好 我是老胡 欢迎您关注胡关正经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海底捞在国外开分店的话题 这个话题为什么吸引人呢 因为我们发现海底捞在国外的分店 它那个待遇太惊人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待遇有多好 在11月份呢 海底捞的英国分公司开始在英国招聘了 所以你看现在英国各大招聘网站上都有海底捞的招聘信息 招聘什么呢 包括酱料师 是吧 切肉师 扯面和变脸的表演师 餐厅经理和管理培训生 这个开出的薪资水平真的是让我们国内的小伙伴们震惊 你比如说那个酱料师 大家知道海底捞的酱料非常出名 各种各样你可以选 那么它开出的月薪是多少呢 4800英镑 就是一个月43000多人民币 这个扯面变脸师傅月薪也是3000英镑以上 管理岗位的薪水会更高 目前的招聘规模大概是50个人在英国 而且海底捞还会被这些高薪技术工种 大家注意 你没听错 什么调料师 扯面师 变脸师 这在海底捞英国被视为高薪技术工种 会给你办理英国工作签证 所以从今年6月份开始 网上传出的海底捞在伦敦开店的消息 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当然我们说海底捞确确实实将来会在伦敦开分店 那我们就看一看 海底捞伦敦分店 它的岗位和薪资水平到底怎么样 我们首先说 海底捞毕竟是中国企业 你在伦敦开分店 你也得符合中国特色 所以国内海底捞的店铺有什么岗位 国外就有什么 包括管理培训生 店员 厨房的伙计 还包括玩滑加工师 大家吃火锅都愿意吃点鱼丸 鱼滑之类的 裤管 捞面师 变脸师 切肉师傅 调料师傅 这里面很多岗位真的只有中国的火锅店才有 外国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而且一些岗位的薪水非常诱人 你比如说海底捞的管培生 在英国网站上年薪是一年36到40K英镑 大家注意 一年4万英镑左右 那比一些金融公司的管培生不差多少 我们知道伦敦号称金融城 大量的金融企业是很多人就有